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 在某国立大学任教的王姓女讲师 怀疑在高职任教的张姓女老师介入其家庭 在张女的汽车后车窗夹上一纸写有张某某 别人的老公特别好玩 是吗 为人师表例用午修在美术教室偷行等语 经张女报警提告并附带名是求长 高雄地院依审议毁放罪盼王女居一四十日 如一颗罚金四万元 另名是盼王女须赔偿张女一万五千元可上诉 判决指出在某国立大学担任讲师的王姓女子 怀疑在高雄市某高职任教的老公与同校张姓女老师有染 近于今年3月6日13时32分许 前往张女任教的学校图资大楼旁停车场 将一张列印有张女照片的白纸 夹在张女车窗与窗上 白纸并写有张某某 别人家的老公特别好玩 是吗 为人师表 利用午修或空堂时间 在美术教室偷情 做爱 你好意思吗 还威胁我骂我 要告我防汗秘密罪 尽请去告 我无所谓 因为我手边的政治足以让你无地自容等文字 造成行经该处之不特定人均可共见共闻 涉嫌毁谤张女有婚外情 按经张女报案并提高求偿 高雄地院审理认定王女散布文字毁谤张女 证据明确 判王女拘役40日如意可罚金4万元 令民事部分则判王女需赔偿张女15000元 可上诉